盲盒承收割利器,泡泡马特曾连亏多年,引入盲盒后利润暴增。 2020年6月1日,国内潮流玩具公司泡泡马特正式向港交所递交招股书《你在港股上市》,摩根士丹利和中信证券担任联席保健人。 2016年,泡泡马特推出潮流玩具品系列Molly新作盲盒,该系列后来也成为公司IP盈利的重要支撑。 对于募集资金使用,泡泡马特表示,将用于泡泡马特消费者接触渠道及海外市场扩展计划,潜在投资收购提升业务的数字化程度,扩大IP及一般公司用户。 从新三版摘牌后不到一年,以往红盲盒而被大众熟知的玩具公司泡泡马特最终选择在六一儿童节当天向港交所提交了招股书。 在潮流玩具零售市场的快速发展下,泡泡马特的收益也不断攀升。 IP是泡泡马特业务的核心,公司建立了覆盖潮流玩具全产业链的一体化平台,包括艺术家发掘、IP运营、消费者触达及潮流玩具文化的推广。 2017年、2018年及2019年,基于Molly形象的自主开发产品产生的收益分别为人民币0.41亿元,人民币2.13亿元及人民币4.56亿元,复合年增长率为242.1%。 。